大家好 我是常雨萍 今天是5月13号 下午打了一场篮球 回来洗了个澡 然后这会儿在葱子里面走一走 散个步 白天的景色也是挺好的 但是我最近 每天 都非常规律地去上班 所以我就在葱子里面没待 所以只有晚上来出来转一转 今天呢 保机公安到了 分享县 因为上次我去了之后 他们就暗示我说你写个申请嘛 到时候 以后你就不用到保机来了 高速路开始收费了 给你节约的成本 我们到时候到分享县去 所以他们连这种旅游的机会都不放过 我就说那行吧 那我就申请一下 所以他们今天就就过来了 他们过来一下也好 因为如果 再不过来我都有点想他们了 我觉得这个最近的生活过于安静 安静的都不太像个取宝后审了 所以 就在凤家县见了一面 但是他是跑到我家里来了 我就没在家 因为我上次给他讲了 我说你来可以 你就别老到我家去 非常打扰我 所以就约到了东湖西门 我同学那个茶馆见了一面 然后聊了聊天 其实也没什么任何心意 就问我最近怎么样 让我接着找电脑 我说这个就真的 你别说这个了 我上次也去找了 肯定也找不到 你要是拿这个作为 是否结束取宝 是否撤案的这个依据的话 那就永远也撤不了案了 我说你回去 还是给领导说一下 不要在这个事情上牵扯了 然后他就问我有什么 空缆或者要求 我说那我这也不是第一次 跟你们接触 对吧 你要是真的给我搞一年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 你们没做任何努力 这个我也完全不接受 我肯定就疯掉了 到时候就出个什么事也不好 另外我说那我在乎的 还是我自己职业的事情 所以 你要是最后即便自由了 我要是没工作 我整天闲着没事干 那这个也是个事 对吧 但是我也能看出来 他们自己也说 你自己也知道这个事 不是我们主导 我们会给你反应上去 但是 司法庭的这个事 那个成绩又比我们高 只能说 看人家到时候 是个怎么个说法 然后 所以我就大概见了不到一个小时吧 然后就撤了 半个小时 对 我还非常客气的 我说要不去东湖逛逛吃个饭吧 他们应该是要赶到12点回到保基区 所以就没有 就走了 然后走的时候还咨询了一下他们小区业主维权的这些事情 我说 我最近闲着 你要不行的我帮你带你吧 所以也没啥事 就例行的一个东西 但是他们来之前还是也是有点紧张 就是 也把家里收拾了 收拾 其实在龙葱呢 也挺好的 你看现在 当然这个镜头是看不到天上的星星了 但是至少 你看晚上都9点多了 虫子里面的灯还是很亮的 那以前别说虫子里面的灯 就地上根本都不是水泥地 非常的泥泥 我小时候如果下个雨 我要从虫口进到自己家里面 就把那个鞋弄得非常脏 现在哪里都很干净 便宜里面都是鲜花 抬头就能看到星空 对还能听到狗叫 而且非常安静 这会9点多 就整个葱子都已经 可能都睡下了 没有什么夜生活 然后 如果就没有这个事的话 我自己觉得摘这农葱也挺好的 其实很多事也就是看自己的 自己的意志力 或者自己对自己 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如果你觉得 你生活的这个地方就是你想要的地方 你也 对 除此之外的世界没有什么欲望和 想法的话 那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我也不会太去在乎在乎外界 也不太想出去 而且 只要你内心足够强大 你也 不会觉得 因为 因为这些隔绝 而失去的东西就永远的失去了 可能大多时间是 别人失去了 而不是你自己失去 因为 因为别人没有跟你在一起 但你一直是跟自己在一起的 所以 所以 这样说 当然 我觉得 不是为了故作坚强 其实 坚强的人也还是可以温情一点 我觉得 真的是 就看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看一下这个花 好美 是吧 总之就是 希望 当我走出这分享线 然后通过自由的时候 当我在想起 我在这地方 待过的这一段时间的时候 依然能够觉得它是美好 温馨的 依然觉得这样的夜晚 是 非常温情的 好 那今天先聊到这吧